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旺基和魏无羡两人一起过来时,还有些惊讶,这俩孩子何时相处得这么融洽了?蓝旺基把卷宗放到蓝西辰面前的岸上,兄长蓝西辰汗手将面前的卷宗分类放好,微笑道,叔父让你送卷宗来,你既已送到,便不必在此陪我了,快和无羡去用午饭吧。 蓝旺基回头看了一眼魏无羡,魏无羡冲他笑笑,不用管我,你要有事和大哥说就说吧。 蓝旺基看了看卷宗上的内容,问道,兄长近日是否要出门演练?蓝西辰汗手道,正是,明日便出发。 只是,此番向我们求援的有两处,情况都比较紧急,我却其中一处,还有一处,我待与叔父商量。 文言,蓝旺基道,旺基可谓兄长分忧。 蓝西辰若有所思道,你能去自然是最好的。 不过,我估计此行并不轻松,还是稍后带我再点些人手,与你一同前去吧。 我,魏无羡在旁边举手出声,蓝西辰和蓝旺基的目光全部看向他。 大哥,让我和蓝湛一起去吧,我们肯定完成任务。 魏无羡自告奋勇提出去业劣,一来他确实想去,二来是想和蓝湛一起单独业劣。 蓝西辰只劫摸缩着茶杯外壁,此行或许凶险,而情报不足的时候,与其带很多人一窝蜂地去。 不如让武力较高,经验较丰富地先探明情况,再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要不要发现好烟花请求支援。 而蓝旺基和魏无羡是很合适的人选。 蓝西辰点头,好,那无羡便和旺基一起去吧。 蓝旺基脚下稳稳地遇着毕尘,朝此行业劣的目的地而去。 他白衣劣劣,几倍挺的笔直,立得也是端正无比,面上表情一派肃然。 独一双眼睛却忍不住偷偷往旁边瞥,望向在他侧后方遇见飞行的另一名少年。 魏无羡遇见的姿势,就和他的见名如出一辙,足够随便,看得蓝旺基控制不住地美肩抽搐。 但那人此时安分极了,不仅如此,从出门后到现在,魏无羡竟是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说。 蓝旺基还记得上一回一群人同行去采义镇的时候,魏无羡一路上可是要多闹腾有多闹腾,更是几番遇见冲到最前面去。 难得独处,蓝旺基原本已经做好准备,要被他闹上一路不得消停了。 谁料那人建议反常态的如此安静,反倒叫他有些不习惯,总是忍不住悄悄看魏无羡两眼。 算起来,这应该是两个少年,第一次在云深不知处以外的地方独处。 其实在来之前,魏无羡本来想在假装居高和蓝旺基,共同寓一把剑,话都到了嘴边,最后又改了主意。 虽然从云梦来云深不知处那次,他本来想恶心蓝旺基,故意要和他寓一把剑,最终蓝旺基也议了他。 可能这次蓝旺基同样会同意,但究竟是责任使然,还是说因为因缘献的缘故,就和两人共同说好的那般,特意假装亲密。 至于蓝旺基喜欢他这个原因,魏无羡觉得是不大可能的,所以他思考了一路,反常的没有说话。 这次的目的地是姑苏远郊之外的一处山村,换作胡家村的,距离云深不知处颇有些距离,二人遇见抵达的时候,已经将近傍晚了。 胡家村傍山而见,村庄被一片茂密的树林包围,蓝旺基提前降下地城,收起零件配在腰间,改为步行往村庄去,准备沿途先查探一番。 魏无羡有样斜样,也将他的随便收了起来,顶尖走在蓝旺基身边,时不时踢一踢脚边的石子儿,踩一踩地上七行怪状的草叶。 两个人沉默的前行,谁也没有说话,以往都是魏无羡叽叽喳喳说个没完的,现在这人突然安静下来,好像整个天地间都跟着一起变得惊悄悄的。 又静默地走了一阵,蓝旺基终于认清了他二人的相处模式,似乎只要魏无羡不说话,他们就永远不会说话了。 犹豫再三,蓝旺基的嘴唇轻轻动了动,正寻思着和对方讲一讲业练的事,冷不防确定那人先开口了,道,哎,我说蓝湛,声音倒是没什么一样,和平时一样轻快。 蓝旺基原本就打算说话的,闻声立即回答道,何事? 魏无羡没想到,蓝旺基竟会这么快地回应他,自己反而短暂一愣,一下子把刚才要说的话给忘了,便随口道,你在想什么啊? 正在想他的蓝旺基眼皮跳了跳,继续不动声色地目视前方,道,自然是业劣的事。 魏无羡道,哦,也是啊,万事开头难,既然有人开口了,那么说下去就简单了。 蓝旺基继续这个话题道,胡家村近来已有数名年轻男女无故失踪。 据村民所言,是山上胡仙作怪,魏无羡随手折了根草叼进嘴里,道,如果真是道家胡仙,那可是尊大神,咱们见了都得攻一攻的,又怎会与尊降贵做这种乱? 依我看,定是哪里跑来的山野精怪,假接胡仙的名头兴奋作狼罢了。 蓝旺基看他一眼,只觉自己心情忽然好了些,没有赞同,也没有反对,道,在此之前,胡家村向来安宁。 胡苏兰氏驻守数百年间,不论外界如何动荡,从未收到来自胡家村的情愿。 魏无羡眉眉眸一扬,吹了声口哨,道,蓝湛,你真是难得一句话说这么多次,那你是想说,那胡仙是真的了? 的确在庇佑这个村子,蓝旺基诞生道,只是有这种可能。 魏无羡被骑手,笑道,管他呢,咱们来不就是为了亲眼看看吗? 看看到底有没有这尊大神,或者说。 他弯下腰,拾起脚边一块小石头,抛了两下,然后便朝着旁边树林里打了过去。 石头砸中什么,灌木丛中顿时响起一阵哀嚎。